大家好,这里是穷奢纪余,一个离不开闲的频道 近期,台湾热度最高的事件,莫过于王力宏与李静雷的离婚风波 出生于苏香世家的王力宏,父亲毕业于台大医学院,母亲毕业于政治大学 他自己也是学霸,拥有伯克利音乐学院和威廉士大学的双荣誉博士学历 就是年代以邻居大男孩的形象出道,被塑造成为优质的偶像与音乐才子 但上周爆发的离婚风波却让王力宏形象中衰 根据资料,王力宏与前妻李静雷两人是在203年11月27日与美国登记结婚 2014年生下第一个女儿,2016年生下次女,2018年再生一子,共有三名子女 在媒体前,两人的婚姻生活看起来总是甜蜜 王力宏也从出道的优质偶像,竟身为好丈夫,好父亲等 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原来这一切都只是假象 从神坛衰落,崩坏不过就在一夜之间 两人感情不合的消息近年来虽有传闻,但却从未证实 2019年开始,就有眼间粉丝察觉异状 发现从那时候,王力宏已经不再分享婚姻生活 就连出席聚餐也是多半一个人出席 而上周,媒体传出两人婚变后 2021年12月15日,王力宏便在社群上发文,证实离婚消息 结束8年婚姻 李静磊随后于12月17日晚间透过IG贴出长文 揭开王力宏不为人知的一面 指控王力宏在婚姻里的部中,在各个城市都有女人陪伴 其中一项还包含了自己在婚前被逼迫签下的不平等婚前协议 代表婚前就算王力宏再有钱,可能都不关李静磊的事 而现在离婚了,之后的财产分配也马上成为台面上的焦点 尽管李静磊与王力宏一起合作发展事业 但除了房子在王力宏公司名下外 甚至连车子都在王力宏的母亲名下 等于在台湾的豪宅,办公室都不属于李静磊 让外界执批王力宏太过消气 据事,王力宏出道资金26年 外传至少有新台币30亿的身价 1995年发行首张专辑《情敌贝多芬》 1998年,凭借专辑《公传之传》走红 推出第一周在台湾集脉破10万张 并凭借着宣传与发行网络等 在香港、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创出佳集 打响知名度 次年,更以此专辑获得第十届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演唱人奖 最佳唱片制作人奖 成为最年轻的金曲歌王 之后的唱片如《盖世英雄》 更是轻松创下百万张以上的佳集 歌曲作品无数的他 一度被冠上华语音乐圈最有才华的歌手之一名号 发表的专辑和单曲不下30张 除了作品版权 再加上演唱会、巡演票房、活动代演、电影、电视等 在最红的那段时间 依据复笔式资料 若不计相关副业及其他收入 2010年至2015年 王力宏光演艺收入就有将近20亿新台币 这三年来 尽管王力宏顺势不如肖敬腾、周杰伦等天王 在台湾鲜少露面 看似不活跃 但根据媒体报道 王力宏这三年年收分别为 2009年新台币7亿 2020年新台币4.5亿 及今年原本的2.1亿 家总仍有高达新台币13.6亿的收入 传2019年光担任中国好声音导师 就收了高达1亿新台币的导师费 同年还有巡回演唱会、广告收益等收入 因此也拿下了2019年 台湾歌手年收入第一名的宝座 今年在形象崩坏前 王力宏手上也有包含 中国Infinity汽车品牌在内的等五等代言 12月16日中国Infinity发表了新一代的QX60修旅车 邀请王力宏站台 上台11分钟就海捞新台币3000万 另外王力宏还有四档张人秀节目 外加商演及活动出席 但是随着形象崩溃 中国Infinity在离境雷文章出来后 随即宣布中止与王力宏合作 之后其他如珠宝商、周大森、读书狼教育科技、植物肉品牌、AMNI、新婚主义 及护肤品牌TACHA也立马跟王力宏切割 更传出年底安排的跨年活动商演全速神变 由此推断 王力宏今年的代言及接下来的广告活动商演等恐怕都会跑堂 推估王力宏损失收入至少达9位数 恐怕这新台币2.11的收入所剩无几 且未来不排除会面临高额赔偿金 而这些也是王力宏这几年来的主要收入来源 事实上王力宏最主要的收入到后期 已经慢慢从发行专辑转往其他面向 2015年后其收入多半都是代言广告活动 商演及节目费用 在音乐方面王力宏的专辑销量一大步入前 2017年王力宏推出首张数位音乐专辑AII 结果惨淡仅售出了11万张 就算努力经营中国市场 但AII不论是口碑跟销量都不佳 从2020年42月开始 王力宏也开始经营自己的新副业 透过影片或贴文在社交平台上宣传自己的新事业 唱歌教学 今年7月王力宏更以抖音直播拉客 依照数据显示 这场直播巅峰时其观看人数有达60万人 一度成为抖音同一时段的全占第一名 直播带货时间累计1小时10分钟 累计达到1232万观看人次 短短一个多小时 两个课程公卖出了626件 创下大约新台币504万的销售额 若从公开资料的收入来看 就算扣除2021年的收入 王力宏2010年到2020年间 保守估计收入至少就30亿新台币 还不加期在2010年前的收入 也难怪外界会推估出 他将近有新台币30亿增加 而在本次离婚风波里更让外界在意的 是王力宏一开始 只愿意让李静磊与子女借住18年的豪宅 过去媒体曾报道 王力宏豪值4亿买豪宅 且登记在李静磊的名下 其实就是指2012年完工 位于仁爱路山段 紧零地堡的吴江 只不过这间房产 其实实质拥有人 一直是王力宏旗下公司 红生文化 这栋2012年完工的豪宅 地段绝佳 面仁爱路苏海第一排 社区分为两栋 一栋是平数较大 数一城一户的豪宅 称之为大吴江 另外一栋 则是地主分回户 一城两户 又称为小吴江 一房地产公司分析 当前吴江的社区单价行情 落在新台币200到250万之间 据传王力宏 当时4亿总价 新台币4亿购入12楼 房屋平数约180平 菜算车位每瓶单价 约新台币209万 以王力宏的12楼户来说 行情至少有到单瓶 220到250万之间 推估限制约有新台币4.8亿 涨幅最高达40% 除了吴江之外 婚前也有消息传出 王力宏在2016年 以新台币4700万价格 购入中校东路豪宅 国庭高楼城户 这座豪宅 仅宁华山文创园区 地段一样极佳 5016年 一城商户 平数规划在75平左右 外传王力宏 是以每瓶新台币67万 购入13楼户 以今年实际揭入资料来看 每瓶约落在新台币111至113万之间 落架上三个车位 总值可达新台币9000万 总价值增幅将近90% 尽管这栋豪宅势力境内 所负责的 火力全开公司办公室地址 但实际上 这个办公室的所有权人 是由王力宏妈妈 李明苏的洪森艺人经济所持有 至于王力宏在美国的房产 依据南加州华裔律师刘龙珠所述 王力宏名下的早在婚前就脱走了 如旧金山湾区梦罗公园的房产 王力宏在2001年 以大约新台币4100万价格售出 而另外一处在纽约市的公寓 也早在2005年售出 在两人的婚前协议中 所提到的房产 则是位于洛杉矶山上的北沙湾 价值达到1200万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 洛杉矶最富的区域就属北沙湾 霍姆比山和比弗利山庄 组成的黄金山脚 号称全世界一万富豪的首选资产之地 就在这了 至于为何王力宏在美国名下无房 律师推估 可能是用其他人的名字 公司名字 或是家族信托所持有 以他们两人的中文姓名评写 或美国注册用的英文名字来查找时 目前他们两人在美国名下均无房产 以最后协议 在王力宏道歉 妥协后 李静磊拥有洛杉矶被塞湾不动产的50%产权 以及联名投资账户的50% 还加上每个月约新台币91万的生活费 一共大约新台币6.6亿 加上道歉后 承诺会过呼给李静磊 价值约新台币4.8亿的无疆 媒体估算 李静磊一共拿到约新台币11.4亿的资产 账面上 虽然看起来像是拿到王力宏身价的三分之一 但若以李静磊的文章来看 实际上有过半资产都是原本即属李静磊的 另外 单就王力宏近三年的收入来说 7年收 最高仍有达新台币7亿 对比一年新台币1000多万的生活费 也不过占1.5% 且王力宏出道至今26年 身价30亿也许还只是保守估算 毕竟货有许多部分资产 已经进入家族信托里面 好了 这期的穷奢就到这里 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在下面留言 聊聊你们的想法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订阅、赞好和分享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